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两相一母体比例的比较 这是台大商研所的一个考过的题目 题目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百个人同时应征假公司跟乙公司 假公司跟乙公司 然后录取跟被拒绝的人数如下表 表在这边 现在他要我们是显著水准是0.05 要检定假以两公司录取率是否相同 这个题目是因为一百个人 同时都去报考这个假公司跟乙公司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题型是一个相一样本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比较 那么这种题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个块 这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Market & Marr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去做 这是ABCD 好 我们现在先建立了一个虚无假设 这是虚无假设是 先定制成 假公司 它的录取率 等于 等于 以公司 那么 对立假设是 假公司 不等于 以公司的 好 这是我们的虚无假设 这是对立假设 现在 重点在这边 我们看比例 就是这个 跟这个的比例 是不是一样 因为这两块 没有用 这两块 没有用 因为这是同时都录取的 这是同时被拒绝的 重点是在这边 那么这个题目 两个加起来 超过十 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视为是大样本来做 大样本 我们用Z的检定的方式 这边Z就是 B-C 各位同学要知道这里是什么 这就是B 这是什么 这是C B-C 除以根号 B加C 这个题目是 这样子看起来很容易了 12-5 这边是 12加5 那就是根号 17 所以7 除以根号 17 那这是多少呢 我们计算机要按一下 这边是 17的话 是 平方根 算出来的结果是 4.123 4.123 好 我们再计算一下 用7来除 7除以4.123 是1.697 好 这个数值 我们是高还是低呢 来 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个的显著水准 0.05 来 Z表查一下 不用查了 0.05的 Z表 完全不用查 0.05 这就是 0.025 这是我们 最常用的 这Z值是多少 负的1.96 到正的 1.96 那么 1.697 在哪里 1.697 在 内部 内部的话 那我们要做到 什么样的结论呢 就是 结论 不显著 什么意思 就是 无法拒绝 H0 也就是说 假公司 跟乙公司 怎么样 录取率 是一样的 我们看不出 有什么样的差异 所以 无法去拒绝 这两个是 录取率 是相同的结果 无法去拒绝